Baby Bus 失控的美食机器人 大恐龙 抽烟 欢迎光临机器人美食屋 请点餐 冰淇淋 冰淇淋 哇 我也有趣 丁麒麟坐好呢 好好吃啊 我要巧克力蛋糕 好的 请 怎么回事 巧克力 巧克力 救命啊 巧克力蛋糕 完成 我怎么没做成蛋糕了 蓝莓 蓝莓 我们不是蓝莓 救命 蓝莓冰淇淋 完成 放我下去 天哪 太可怕了 果汁杯子就应该装满果汁 美味果汁 完成 救命啊 怎么回事啊 哇 超大甜甜圈 救命啊 是菜花蛇大神 你怎么变成甜甜圈了 蓝莓不蓝肋锦掌 好不好零 美食机器人发疯了 你这儿 来呀 帮我做成热狗呀 他来了 不闪 快跑 救命 得救了 大宝好快呀 拉不拉得紧 我快不行了 有办法了 我们快围着他转圈 草莓 芒果 烙梨 水果蛋糕 水果蛋糕 终于控制住了 美食机器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爹 给他做个检查 是机器的电路发生故障 难怪他失控了 我们去店里看看 美食机器人的充电插座都烧焦了 糟糕 那边也是问题了 我家怎么冒烟了 你别靠近 我们带好防护装备 过去查看 危险 快蹲下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快看 机器恐龙的手插进插座里了 看来就是因为这样 才导致周围电路都出现了故障 要赶紧关掉电源 在那边 在那边 交给我啊 检测到垃圾 检测到垃圾 走开 不是垃圾 走开 小熊后面 小心后面 电源关闭 天哪 真是太可怕了 小熊 以后一定要注意远离插座哦 我知道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插座是非常危险的 千万不能去触碰哦 否则 容易导致触电受伤 严重的 甚至有生命危险 如果需要用电 要让大人来帮忙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我们 记得点这里按赞哟 肚子里的怪声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喜欢闻捉迷藏的怪物 吃东西 要细脚慢烟哦 啊 大家快过来啊 我们来玩木头人游戏吧 我来啦 哈哈 吃东西 我们都是木头人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许笑颜 不许动 哦 有人笑了 自己出来吧 我们没笑啊 快来看我玩吧 是谁在说话 我来找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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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了 小朋友们别害怕 是我们呀 哦 哦 哦 你们怎么了 刚刚有个看不见的怪物 说要来找我们玩 太可怕了 哦 哦 看不见的怪物 哦 他住在那边 我们去看看 不可能有看不见的怪物 他一定藏在什么地方 什么声音 就是这里啦 怪物别过来 普波鼠先生 我是渡兵警员 不是怪物 啊 可是我刚刚在帐篷那边 听到了怪声 太可怕了 帐篷那边 我们快去 餐盘里怎么会有耳机 大家不要害怕 拉布拉多警长 一定能抓到他的 别想找到我 我就躲在这里 声音是从小草鼠的肚子里发出来的 怎么会在我的肚子里啊 我肚子好痛啊 拉布拉多警长 怪物 怪物在小草鼠的肚子里 什么 我在这里 是怪物的声音 别害怕 刚刚的声音是从耳机里传来的 猴子弟弟 这个耳机是你的吗 是啊 我刚刚放在桌子上 还有一个呢 餐盘里的耳机 小仓鼠的肚子里 发出怪物的声音 我知道了 很可能是猴子弟弟的耳机 掉进了餐盘里 被小仓鼠吃到肚子里去了 哦 怪物的声音是从他肚子里发出来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刚才小仓鼠 在狼喷虎咽的吃东西 我还提醒他要细脚慢咽 那他现在在哪里 得赶紧送他去医院 他在那里 独兵 快 小仓鼠 小仓鼠 哦 猴子 哦 匀被堵住了 渡兵 交给我 我的肚子好痛啊 小仓鼠 你是不小心吞下了耳机 才会肚子痛的 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 不能狼吞虎咽 否则容易消化不良 还可能吞进异物 导致严重后果 如果不小心吞进异物 要及时让大人带你去医院 大家记住了吗